每年年初,很多汽车杂志和汽车网站都会发布去年一整年汽车行业的大数据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篇某汽车网站按照车主投诉量做的一个前8的排名 一起来看看2017投诉最多的8款车 8.奇瑞埃瑞泽5,投诉量504 在国产车中已经算可以的了 但是如果不解决减震器变速箱异响 这车始终是难走出国门 国产车要加油啊 7.日产轩逸,投诉量545 发现日本人真的有问题 烧机油不说,变速箱还异响 比如这款车,高配还能看 但是这车的低配完全就不是人开的 这低配也太寒酸了 谁受得了这样的气 6.福特蒙迪欧,投诉量641 福特断轴门小便就不重复了 但是蒙迪欧凭借着自己超高的颜值 也是深咒大家的喜爱 但是车内有异味 变速箱顿挫这些可不能为颜值买单 5.标志408,投诉量754 标志能卖这么好 主要是设计师在空间设计上的能力 但是简直一想 烧机油这些问题 把原本好设计的初衷磨灭得惨不忍睹 4.福特福克斯,投诉量785 福特福克斯简直就是多灾多难的孩子 小时候爱断轴 被召回之后也是小病不断 比如变速箱抖动 发动机故障灯的问题 虽说问题不是很大 但这些都不是福特这样的老品牌应该犯的错误 3.别克凯越,投诉量819 别克是中国市场的老将 在中国战场自杀多年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 老问题依然还在 比如变速箱一想 仪表台开裂 这些都是让别克粉丝 垂胸的问题 别克要是不改 市场会让它知道厉害的 2.别克英朗,投诉量858 别克英朗这款车 在2017年一共销售了超过30万台 这是个很娇人的成绩 直逼大众朗逸 但是由于这款车的发动机抖动 和变速箱异响 也是让车主伤透了心 估计这30万车主睡觉都不踏实 1.大众宝来,投诉量1211 说实话 大众的投诉量排名第一 小便我甚是意外 毕竟大众还是靠口碑打下的天下 如果投诉量却排名第一 实在是让人唏嘘 宝来排名第一 是因为它的发动机异响 和座椅占了绝大部分 当然还有设计缺陷之类的 以上8款就是2017年 投诉量最多的汽车 车友们的挨车躺枪了吗